诈骗满天飞 尤其是收到水费欠缴通知 通常让当事人很着急 连水公司员工自己都收过 水费欠缴的诈骗简讯 我大概两年前也是收到水费的 我们自己公司的 我自己吓了一跳 我想说平常因为大概这些费用 大概是我太太在处理 想说奇怪为什么我没有缴 因为没有缴水费如果被断水 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 那我其实那时候很想去点那个连结 好像好久没有缴水费 好久没有看到账单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简讯 真的是蛮惊慌 会以为说我真的是 没有缴到这个水费 所以就赶快跑来水公司这边 询问这样子 就是觉得现在简讯太多 很难真的是很难分辨 就是像水费 然后还有监理站 还有可能信用卡被停用 然后他会要求你 就是可能有一个王室 然后你要就是去点进去 然后就是去做申请什么的 为了打击诈骗 台水公司统一简讯来电码为111 让民众清楚认名 也呼吁收到可疑简讯 一定要先冷静再查证 那其实如果以我们自来水公司的话 它如果传的简讯 我们是有遵循那个 如果是我们传的话 它的对方的这个号码会出现111 这三个数字 就是方式变得很简单 你只要看到那个来电是111的话 就比较好分辨 对对方式这样简单很多 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像我自己也有收到水公司的 诈骗的简讯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家 不是自来水公司 对是台北自来水 所以就会发现有不一样 然后你如果是收到 像一般是你的行动电话的 这个号码的简讯 甚至有886的 好像是国际电话 那个绝对是有问题 对啊直接挂断 没错我就直接挂断那个电话 就觉得陌生的电话都不要接 资讯真的是太发达了 所以民众应该要有一个 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然后应该就是 大家可以去反搜寻 然后或者是先不要急着 就是把网址点进去 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因为 滑手机滑得非常习惯 看到什么就点点点点点的很快 所以可能就是要先思考一下 当民众你收到如果这种 怀疑是诈骗的简讯 如果以我们台水的话 我建议你是直接可以 手机你就拨打1910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全省的一个服务专线 你可以就是直接 跟这个线上的去查询说 你到底水费有没有缴 那要如何来缴费 台水公司也建议 引发长辈收到可疑简讯 如果无法辨别 可以请家人协助查看或询问 千万不要点连结 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confidencedf Bryan 基隆剑 陈淑平普恩全带 потому 我们来在加 werde写 book